季凯婷,1990年出生于香港,他是龙光地产董事局主席,兼执行长季海鹏的女儿,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年轻貌美的富二代了。 季海鹏及其家族作风相当低调,季凯婷也相当神秘,但是季凯婷的手腕却十分犀利。 他通过不同的公司及家族信托的运作持有了龙光地产85%的股权,身价和纪约80亿人民币。 在2016年,季凯婷以81资产,跃居中国90后富豪榜第一位。 季凯婷之所以采用家族信托方式来持有公司股费,也是他向老爸的建议。 季凯婷本人是伦敦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双学士,不仅冒昧还是个学霸,他对市场资本的运作相当熟悉。 这也是季海鹏能够放心将家族财产交给自己女儿的原因。 早在2013年的时候,当时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季凯婷就已经全面负责家族的资本运作了他,成立了既是家族信托,龙光地产的股费, 也都由瑞士信贷信托公司,持有100%的股份。 在这份家族信托中,受益人竟然不包括父爸爸季海鹏,白花花的银子全都流入了季凯婷的账下,这样的手腕实在是令人佩服。 而作为两广区内实力雄厚的房企,龙光地产拥有大量廉价土地的储备优势, 龙光土地储备总面积1100万平方米,平均土地成本仅为1045元每平米。 其中约百分之四十把的土地储备位于惠州,剩余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汕头、佛山与南宁这样的三线城市。 但是,这些城市也是多被业界评价为风险累积的城市类型,为了从最年轻的冒美的首富变成真正的首富冒电风鞋,也是值得的嘛。 更何况,人家明明能靠脸吃饭,却要还那么努力,这种精神本来就值得赞扬。 宗富丽,1982年出生于杭州,瓦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,宗庆后家族曾连续多次在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一,尽管目前瓦哈哈的精灵遭遇了一些困境。 可在2018苦润全球富豪榜上,宗庆后家族的财富仍然达到了一千亿元,瓦哈哈至今没有上市。 所以,瓦哈哈前些年积累的资金,完全掌握在宗庆后家族手中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宗富丽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附加千金,可现年36岁的他一旧单身,这可筹坏了他的老爹宗庆后。 因为宗富丽是他唯一的女儿,当媒体问宗庆后对女婿有什么要求时,宗庆后坦言,我真的没啥要求,这也反映出宗庆后急切的心情。 可曾在美国留学的宗富丽本应思想更加开放,可他至今还没谈恋爱,或许是首富女儿的这个名号,打住了别人的追求。 宗富丽本人也想打破这种束缚,他曾说过,我觉得首富的女儿这个称号束缚我很多,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讲是个别义词,因为不管怎么样,我做得好也是首富的女儿,我做得不好也是首富的女儿。 在我身上我爸对我的影响不大,虽然我是宗庆后的女儿,但是这三十多年来我做的都是我自己的事情。 柳青,1978年出生于北京,她是中国被称为企业家教父柳传社的女儿,目前担任中国出行读教授,滴滴的总裁。 她主导了滴滴打车女快滴打车合并案,苹果十亿美元投资,以及收购的中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,颇有其父的风范。 柳青可以说是中国成就最高的富家千金,不过,她的人生却十分坎坷,当年她在华尔街如鱼得水的时候放弃了千万年薪,选择加盲当时刚刚起步的滴滴。 本以为就此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,但是在2015年9月,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,要知道乳腺癌给女人带来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折磨,更是心理上的。 当时,柳青在知道自己病情以后,一度也十分沮丧,就像玩得好好的游戏,眼看就要赢了,突然断网了。 她唯一的想法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着,谁也不理,后来,柳青就意识到,如果突然失踪一两个月,爱她的人,谈爱的人都会很着急,最终还是决定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大家。 在家人的安慰和鼓励下,柳青勇敢的对抗并魔,终于在2016年1月重返工作岗位,让停车场一个一个的变成绿地与公园。 柳青说,这值得永不松懈,永远奔进向前。 何超雄,1962年出生于澳门,她是赌王何鸿燊的涨上千金,赎金以800亿人民币的身价成为香港女首富,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女富豪。 何超雄出生的那一年何鸿燊,刚刚拿下澳门赌场的牌照。 港人迷风水,何鸿燊非常偏爱,这个像自己优望自己的女儿。 所以小时候最受宠爱的是超雄,拥有荷兰、犹太、中国三中血统,的何超雄年轻时就非常惊艳。 十几岁时,她认识了香港歌星陈百祥,还曾经与陈百祥一起拍过TVB剧。 不过,两人由于真实的巨大差异,最终没有走到一起。 而何超雄也在1991年奉复命,和香港的另一个富二代许敬亨买婚。 但是许敬亨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。 婚后不久许敬亨就勾搭,上了刚刚登上港解宝座的李嘉欣。 这也让何超雄非常伤心,两人最终分到扬镳。 如今那何超雄依旧单身,当别人问起他的择偶标准时,何超雄直言不讳的说, 自己的标准就是父亲和红参。 在他眼中,父亲是个有魅力的人,不只外形潇洒,有精和力,有礼貌。 根据有声势典范,父亲很随和,幽默,风趣。 一句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这么美妙这么潇洒,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他,曾经遇到的不少困难和挑战。 父亲是个很乐观,永远正面思考的人。 他的处事方式,第一是永不言败,第二是用正面积极的心态去处事,可能因为他见过太多人和事,他从来不知卓余小事。 我到现在还没有他的这种境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